这个缩在被窝里的男人名叫陶陶 他像出名已经想疯了 他曾是年薪百万的职场经营 家有妻儿 却为了追逐虚无缥缈的演员梦 甘愿放弃一切去北漂做群演 如今却沦落到住在阴暗潮湿的地下室 陶陶的选择是吃饱了美食干 还是真的心之所向了 北京某数录影棚外排起了长队 工作人员挡在门口数着人头放行 陶陶则混在人群中跟着进了大门 今天录制的节目是大娱乐家 节目十分枯燥 陶陶摊在前排观众席上百无聊来 不停地打着哈欠 直到看见自己的脸出现在大屏幕上时 他才挺胸收服 面带微笑地充当着一名合格的群演 在录制现场 除了像陶陶这样的群演外 所有人都忙得不可开交 而他们只能坐着发呆 节目录制完后 他主动找到节目组 索要其他栏目的报名电话 这样就可以多一份出名的机会 随后他到杂货店买了一瓶可乐 便赶忙成功交续参加另一个节目的面试 陶陶从不掩饰自己的野心 他表示已过了而立之年 不想再过平平淡淡的人生了 于是就毅然辞掉了年薪百万的工作 为了实现自己的演员梦 只身来到北京 可如今 半年没有收入的他早已没了昔日的精英模样 他住在一间延暗潮湿的地下室 过着蹲点派系如不复出的日子 朋友都嫌他这儿又脏又差 但陶陶对此并不在意 他认为成大使者不拘小节 陶陶总结经验后 觉得这样的成名方式不适合自己 于是他改变了蹲点等系的想法 另提西境 开始四处面试各类电视节目 希望可以通过炒作一夜成名 陶陶来到面试地点之后 感到有些紧张 电梯里 陶陶整理了下自己的仪容仪表 来到前台登记之后 就是漫长的等待 等得他几乎要睡着 终于过了几个小时之后 面试结束 陶陶满脸自信 虽然结果要等到12月才能出来 但是他胸有成竹 因为之前他就同一百多人竞争 通过了步步为营的面试 当时只要三个人 他就是其中之一 陶陶对自己的成名路线 早已做好了规划 他计划通过参加节目增加曝光度 从而提高自己的知名度 积攒一些人气 这些都是他的经验之谈 当初与妻子离婚以后 陶陶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参加了一档相亲节目 可没曾想播出后 竟会有人来找他签名 他第一次感受到被人追捧的感觉 这种感觉让他飘飘然 觉得人生已经到达了巅峰 也让他尘封多年的演员梦彻底苏醒 这可比起陪客户喝酒更有成就感 于是他毅然决然地辞去了 百万年薪的工作 来到北京追梦 可当他来到北京电影制片厂门口时 却被眼前的景象吓了一跳 这里每天都站着许多形形色色的人 大家都想着有照一人 能像王宝强一样被选中 然后一夜爆红 这些人个个身怀绝静 有留着两撇小胡子的李小龙 还有单手吹口琴的草帽女 就连头发花白的老大也练有一身肌肉 很明显陶陶的瓶子音乐弱爆了 可他不甘心只做名群众演员 他说群演根本就学不到如何演戏 而且薪资不高还要受动 甚至只有背影出镜 还不如去节目组当观众或嘉宾 一次给四十元还不会受动 而且当观众有失还会给镜头 说不定随便一个点 就被观众记住了 就会成为第二个荒泊 但是即使这样也没能改变他的景境 没过多久前就花光了 他只能去打杂工和小时工 从服务员到清洁工 他觉得人活着什么活都能干 之后还去当了几位群众演员 充当起迎亲队伍里的扛七手 用陶陶的话说 这是在为成名演戏做铺垫 毕竟知名度上去了 总会有人找你跨解演戏的 这一天终于迎来了 步步为迎新一期的路质 陶陶也早早地赶到休息室 化妆师给他弄了一个帅气的发型 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陶陶进入录影棚彩排 了解完所有的流程之后 陶陶重新回到休息室 他就掏出空屏 对着镜子专心地练习自己准备的表演 一起等待的嘉宾看见了 也都对着镜子练习起来 一个女生看到后开始调侃 明明参加的是求职节目 现在反倒像是参加了个生命节目 陶陶听见后哭笑不得 仿佛也没那么紧张了 节目录制开始 陶陶念着一串打油石登场 可惜在他讲出自己想当演员的梦想时 没有导师为他亮灯 反而大家更关注的是 他有没有钱付房租 还纷纷劝他放弃 说他不适合做演员 他犹豫了一会儿 表示以后还会坚持演员这条路 离开时 陶陶还大声放话 我还会再来的 可换来的却是观众们的哄笑声 你成名了吗 你好像是别人就把你拖到天上的 天长的一种感觉 除了录影棚 陶陶碰见了以前一起当观众的老大姐们 他们看见陶陶 好奇地打听 他取的那场节目多少钱 有没有一百块 陶陶却把头一抬 我这回可不是去当观众 我是去当嘉宾 一百块 哪个嘉宾出场费才一百块 说话的陶陶眼神漂浮 与老熟人寒暄后 他转身去了饭店打工 忙碌一晚 他终于有时间坐下来吃上今天的第一顿饭菜 他早已饿得精疲力竭了 这时母亲打来了电话 陶陶迅速调整语气 还热情地提醒母亲 记得下周收看电视节目 他说自己过得很好 可现实中 他连张地铁票都买不起了 陶陶跟着一个行员进了地铁站 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 可立马就在广播中听到一遍遍的喊话 陶陶有些尴尬 顶着众人的目光走到楼梯口 还假模假样地在楼梯口找些什么 过了一会儿 又偷偷回到站台 谁知广播还是抓着他不放 这时列车进站了 陶陶迅速上车逃过了一票 他在挤满人的地铁上 和同伴需要刚才逃票的壮举 还吹嘘道 他并不是买不起两块钱的地铁票 就是为了寻求刺激 当他被问起 辞了百万年薪的工作 如今一无所有 后不后悔是 即使最后一无所成 他也无怨无悔 可现实残酷地让人抬不起头 陶陶又花光了所有钱 他重新站上街头 一边顶着寒风啃早餐 一边发传单 一不小心 宣传单掉在地上 他立马取了手套蹲下来接 然而清洁工阿姨也在这时走过来 二话不说 一把夺锅扔进了垃圾桶内 陶陶阻阻拦不成 只恳求对方留几张给自己 却眼看着手套要被夺走 便也顾不上宣传单 抢回了手套 工作没了可以再找 可手套没了 还得花钱 谁能想到这个连生存 都是问题的北漂 可是曾经年薪百万的职场精英 为了虚无缥缈的梦想 成为失去一切的追梦人 他是否也会在夜深人静之时 为自己当初的选择后悔 在这个时代一夜成名的盖瑞 大概和中彩票差不多吧 放弃一切来追梦 真的值得吗 喜欢视频的朋友长按点赞 大家有没有类似的经历呢 欢迎在评论区积极讨论 关注我 我们下期再见